在福大成亲的女学生的命案 祖贤黄文静 这十多年来转变 我们中天新闻独家是访问到黄文静的爸爸 目前现场状况如何 我们立刻连线张俊栋告诉大家 俊栋请说 好 主播好 观众朋友在福大女学生命案 也就是这个发生在台中污日的白骨命案 那么中天新闻独家采访到祖贤黄文静的父亲 不过他对于儿子十多年来都没有联系 但在再度的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 才发现儿子是杀人嫌犯 烟谈当中听得出有些沮丧 我们来听稍早访问 你是真不够独家吗 别不够独家 天下 别无心 听着大家都会 对不对 每个人都同样 你要是大人 做得不好是谁会完蛋 是谁 做得不好是谁会完蛋 好 那么邻居提到了这个黄文静呢 其实他已经十多年都没有回到老家 那么对于这个福大女学生呢 遭到气室的地点污日这个地方呢 其实对黄文静来说 有绝对直接的地缘关系 他选择了这个地方来埋思 但提到了这个黄文静呢 十多年来都没有回到老家的原因呢 这不说纷纭 那么包括邻居提到了这个家里头呢 其实他们家的房产遭到拍卖 可能跟他前一个事业呢 这个经营的状况不是很理想有关 因此呢也使得这个黄文静 后来离开家里 那么跟父亲断绝了联络 那么不过呢 这个父子俩再度接到了这个讯息呢 居然是因为儿子杀害了福大女学生呢 其实让这个六十多岁的这个黄爸爸呢 感觉到相当的无奈 这是目前为了讲 我在台中的最新情况 再把视频镜头交换Pony主播 好 自己的儿子犯下女大生的命案线 爸爸非常错愕 也很无奈 谢俊栋独家的连线报道